今天牧师的信息是约伯记的反思 那我们已经上个月 十月 这个月 还有下个月 用三个月的时间要来思想约伯记 那当然约伯记也因为篇幅很大 然后呢对话很多 所以呢一般的牧者通常不讲约伯记 要讲也是有困难 但是呢主提醒我 要带大家一起走过约伯记 原来在预备的里面发现约伯记太宝贵了 那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七十一节怎么说 我受苦是与我有益 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力 整本的约伯记呢 除了探讨苦难之外呢 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所认识的神是 怎么样的一位神 那有一首诗歌 题目是 你若不压橄榄成渣 他就不能 请问橄榄压大的目的是什么 对 要出油 家里用橄榄油做菜 拌沙拉的举手 我奉劝你们 自从我知道橄榄油因为是不饱和脂肪 不容易阻塞血管之后 我就基本上用橄榄油凉拌啊或是做菜啊 那你注意去看哦 地中海诸国 因为他们是地中海的国家因为出产橄榄 所以都吃橄榄油都很健康 很少心血管的毛病啊 这只是我给你们一个建议 那这首诗歌呢 许多许多年前 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就喜欢上它了 为受苦有益 为苦难 给出很棒的解释 我们好不好请张燃姐妹来带我们伴唱 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也许你今天唱了以后也会喜欢它了 那当然你在YouTube输入这个名字 也有这首诗歌 一起来 谢谢 请连结先把歌词读一次 你若不亚橄榄成渣 它就不能成油 你若不投葡萄入炸 它就不能变成酒 你若不练哪达成高 它就不留芬芳 主 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 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 如果你收取的东西 你以自己来代替 谢谢 谢谢 请问 要那个甘燃要出油需要怎么样 压炸 然后葡萄要变成酒要怎么样 入炸 好 我们一起来唱 所以我很佩服写这首诗歌的人 透过这个我们所理解的这些生活的点点滴滴 带出我们生命也需要被这样的破碎 修剪 制作 炼净 结果我们要看见对我们而言是好的是真理 一起来 一起来 你若不要可能成长 它就不能成有 你若不偷不偷路上 它就不能变成就 你若不略那大忠告 它就不能变成就 你若不偷不偷路上 你若不偷不偷路上 每次的大忠告 每次的大忠告 都是真理议 如果你受取的东西 你以自己来代替 每次的大忠告 都是真理议 如果你受取的东西 你以自己来代替 Amen 是的 主啊 我们满了感恩 许多时候 主要你就是兴起环境 来制作修剪炼净我们 好让我们可以结果子更多 主要你来赐恩赐福 十七位被海地的绑匪 所辱获的这些宣教士 在你的时候 他们要全然的平静的安稳 回到美国或是加拿大 主啊 这个基督教救援团体 已经找拜登求助 主啊 其实最大的帮助就是我的主 主啊 当我们在这里同心和你的祷告 天要为他们开了 求你改变绑匪的心 主啊 让他们悔改悔转 愿意释放这十七位的男男女女 还有八个月大的baby 主啊 谢谢你 虽然他们因为太贸贸然的 明知山中有虎 还偏偏向虎山行 但是我的主是满有恩典 满有怜悯的主 主啊 因着我们的祷告 求你 就打开 主啊 天上的窗户 主啊 伸手拉拔他们 救把他们 来到平安稳妥的地方 谢谢我的主 持恩赐福 你使你的传讲 也帮助我们 从约伯记里面有所学习 听孩子的祷告 靠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好 那个有一个网站叫做圣经简报站 牧师很喜欢这个林清辉牧师的教导 那你们的那个周报里面有一个夹页 请拿出来 这一张 牧师发现 林清辉牧师整理出的这个约伯记的这个重点 对我们研读约伯记有帮助的 那中间注意看这里 现在看这里 中间的这一段是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 第一回合的辩论 那这一段呢又是第二回合的辩论 第三回合的辩论 最后又是以利户 另外一位朋友 然后神出面了 神说话了 所以呢 整个约伯记的重点呢 就是让我们知道说 受苦 不全是因为罪 然后我们也明白神 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那今天牧师要从约伯记来三个重点分享 约伯记非常非常宝贵 为什么呢 因为它影响科学 请问你 请问现在的你们知道地球是圆的 圆在割白泥之前地球是什么 地球是平的 然后呢 因为约伯记的二十六章七节 整个翻天覆地 但是呢 哥白泥他们那时也受到迫害 但是呢 这节经文太宝贵 一起来 神将北极铺在空中 将大地悬在虚空中 换句话说 因为这节经文 哥白泥他的天文学说 就主张说是 以太阳为中心 整个太阳系是以太阳为中心 地球 几个星星 几个星球都是绕的太阳在运转 所以地动说 地动就是 是地球转动 那在哥白泥之前 在他们发现约伯记的这段经文 这节经文之前呢 是 日 什么 是地星说 就是说以地土 地球为中心 其他是绕着他打转 真的是翻天覆地 然后哥伦布呢 也航海学呢 他就 他就发现 他从约伯记 也是从刚刚这段经文 得到歧视说 地球是圆的 船呢 你只要从东边开 会怎么样 只要一路往前行 会怎么样 再绕回来 因为地球是圆的 从东边出发 最后又回到东边 懂不懂 好 那 否则呢 在约伯记的 这节经文 你要千万记得 在这节经文 被启示出来之前呢 大家以为地球是平的 那个水圆圆圆圆的 就会掉下去了 但是呢 自从这段经文之后 地球是圆的 难怪船梢 就是船的栏杆 出现了 慢慢慢慢慢慢 整艘船就出现了 所以呢 约伯记太宝贵 如果不是有他的遭遇 哪有约伯记 哪有这些天文学 航海学的 启示 开启 那约伯记的十九章二十五节 我们看见 怎么说呢 一起来 我知道 我的救赎主活着 末了必站立在地上 赞美之前 有一首诗歌叫 我知道 我的救赎主活着 但是呢 这句经文 还有一个人 善加利用 你们猜是谁 低堂的人知道 他也影响圣乐 韩德尔的弥赛 每一年 大行司般的传唱 尼赛亚 那原来他也是根据这些经文 所以刚刚牧师 大家都在指的 他们都在指的你 为什么 Eddie Eddie在 我们唱什么都没有问题 第一堂 原来是第一堂 牧师挑战说 师班 你们改天给我练出 尼赛亚好不好 结果呢 他们说 牧师不给你们压力 下个月太赶了啦 但是慢慢练啦 有一天 我们请 李燦雄弟兄 带着师班唱 弥赛亚好不好 好 感谢主 我们给他们一个鼓励鼓励 鼓励 所以约伯记的 十九章二十五节也影响圣乐 那 今天我们要进入重点 除了影响科学 约伯记呢 也开启一个真理说 受苦不全是因为犯罪啦 懂不懂 许多时候呢 我们根据那个传统 他遭灾遭难 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 你如果看经文写完全正直 其实是两个character 两个品格 完全正直 敬畏神 远离二字 这样的一个人呢 瞬间失去财产 失去儿女 失去健康 情何以堪啊 他如果真正敬畏神 为什么情况会这么惨啊 所以他的朋友就轮番上阵 论断他 那吉子约伯之所以受苦 是源于撒旦的挑衅 那上帝的目的 把约伯记的事件记下来 是因为要开启这个真理 所以受苦不全是因为罪恶啦 所以以后有人遭灾遭难 我们等一下会告诉你 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要什么态度 而不是这个审判官的态度 定罪控告 什么的 死人下沉 这个网路霸凌 真的前一阵子有一个女孩子 因为网路霸凌自杀 所以弟兄姊妹 让我们的口 就说造就人的好话 叫听的人得益处 但是呢 这个以利法 彼勒达 索法 大概以年龄的长幼 彼勒达大概跟约伯同岁 那索法更年轻了 那以利法年长一点 大概他父亲辈的年龄 那这三个朋友 其实真的关心他耶 但是呢 他们结伴过来 要来安慰鼓励约伯 结果有没有真正鼓励到安慰到 收到反效果 透过朋友连番的指责定罪 加深约伯的痛苦 甚至他的妻子说 你刚才死掉算了 那所以呢 我们看见约伯记十六到二十节 就总结朋友的 约伯的感受 一起来 我的朋友击翘我 我却像神眼泪汪汪 你就是转向主就好 约伯有个优点 当他 刚刚我们已经说了 他有三个回合 跟朋友的辩论 一场比一场激烈 但是呢 他每一次跟朋友答辩完呢 他总是转向主 祷告主 记得 我们只有主 是真正我们的安慰和帮助 那我们知道圣经人物的约伯 他也没有犯错了 十七岁那年 哥哥们嫉妒他 将他卖给以什玛利的商人 带到埃及去 他的苦是每况愈下来形容 最后呢 就是面临牢狱之灾 但是十三年后的他 贵为埃及的宰相 换句话说 在法老之下 万人之上 好戏剧性啊 但是我鼓励你们去看《创世纪》 你们就知道 有主够了 好 那哥哥们他们那边 他们远远的家乡那边闹饥荒 就跑来埃及 找粮食懂不懂 没想到呢 跟约瑟相认了 真的相认了 他很害怕 真的 圣经上说他们都手软脚软了 但是约瑟竟然宽广到一个 不是 约瑟竟然宽广到一个地步 怎么说 一起来 现在不要 神 求主帮助我们学习约瑟的宽广 当神宽广往你的时候 你才有可能往主命令的道上直奔 这是诗篇的一句话 当主开管我的时候 我就可以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 懂不懂 那些恩恩恩怨怨怨怨我们把他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懂不懂 但是 但是呢 最近牧师为有一个姐妹祷告的时候 主说 嗯 你还是要帮助他 因为恐怕有毒根生出来叫众人灯染污灰 懂不懂 我们必要有鸵鸟的心态 就视而不见 No 你要去勇敢面对 也许你的遭灾遭难受苦不是因为你犯罪 乃是别人错待了你 那你要选择饶恕 千万不要往里面犯 会内伤 结果呢 圣经说 希伯来书12章8节说 恐怕有毒根生出来叫众人灯染污灰 懂不懂 所以你跟别人有过节 对别人有看法你要处理 好不好 好 那我们知道使徒保罗 他从大马色的经历之后呢 哎哟 上帝给他任务说 你要做外邦人的光 对不对 他也顺服了 他也顺服了 四次的旅行步道 然后受到什么牢狱之灾啊 江河的危险 盗贼的危险 同独的危险 结果呢 他却笑看风浪 笑看苦痛 怎么说 在罗马书五章三节五节 来一起来 在 同样的遭遇 主啊 你有没有搞错 我是要忍耐啊 我对我的配偶更多忍耐 对我的儿女更多的忍耐 结果呢 是患难 患难接二连三的 你会说 主啊 你有没有搞错 我是求忍耐 我不是求患难 我不是求患难 但是对不起 主的话说 患难会带出忍耐 好不好 然后我记得那个方施政牧师 上周主日 为你们感谢主耶 前一回他来有二十四位 儿童被助养 上周有十七位儿童被助养 为你们感谢主 来 你省下一碗麻辣烫 两碗麻辣烫 你就是助养一个孩子三十块了 太感动人了 那方 我记得在方老 方牧师的分享里面 他说 那是才二十出头的年纪 人家已经称赞我说 哎哟 你像三十岁的人好老练啊 怎么来的 你如果听他的故事 你知道是患难把它磨出来的 小小年纪颠沛流离 没有饭吃 懂不懂 游离思索 那然后在那个 土鲁班 土鲁班印第安部落的那个李安德 哎哟 下个月 莉莉牧师跟他的双胞胎儿子也要去 宏都拉斯 你们要的可以报名哦 七八百块的机票而已 你知道吗 那个李安德 他在那个宏都拉斯 土鲁班印第安部落 不是这种条件 但是呢 我们在那里说 他也是三十出头的年纪 很老练 很稳重 环境 他本来吸毒 我们请 他吸毒 然后他孤儿流浪 流离失所 还好被那个阿基里就是 就是他们教会的牧师收留了 栽培了 今天也去祝福他人了 好不好 好 那 那 请问吴明又是谁啊 我们 葡萄顿的市长 对对对 最近的 最近 刚刚出炉 上礼拜刚出炉的一个 新科市长 波士顿的新市长 他父母是台湾的移民 三十六岁而已哦 三十六岁而已哦 那你以为他三十六岁 会选为波士顿的那个 首位的华语女市长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 这么 这么欢喜快乐呢 因为他是华人之光 而且年轻有为 过去两百年 都是白人 男性做市长 但那种高学 高学历高学府的地方 哪轮得到他一介女子 就是三十六岁 你以为他有政治的世家背景 却没有 最后呢 他胜选为波士顿的市长 你看到他背后的故事相当感人 再次印证说 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虐 三十六岁可以 领导整个波士顿市 好 我们谁愿意帮我们读 吴明 吴明并非出身典型的政治家庭 从照顾患有精神疾病的母亲 以及年幼妹妹的经验 左右了她的生涯规划 她说 我知道在急诊室待上一整晚 只为一个床位的感觉 以及为了开一间家庭小生意 在市政府官僚间大转 驱使我投入公共服务 时事造英雄 对不对 所以呢 吃苦当吃补 好不好 我们看到苦难的环境 我们拥抱她吧 那我也简简单单讲我的遭遇 所以 大概接近我的人知道 我家有五个女孩 五个姐妹 一个哥哥 所以呢 对父母而言 拿薪水的公务员家庭 养六个孩子多不多 哇 那你也可以猜到 我父亲就是希望栽一个儿子 一连接二连三生出女儿 那我又偏偏在几个孩子里面 不是很爱读书 但是却喜欢做家事 那所以呢 有空就是扫啊 清洁啊 做吃的啊 那没想到呢 爸爸 爸爸有一个同事 只有三个儿子 没有女儿 那常常会来老林家做做 老林啊 我没有女儿 你有五个可不可以一个给我啊 他们大人间的谈话大概是这样 没想到我父母满口答应 不是他们不喜欢 不是 当时还不知道 这个高波波高妈妈要选哪一位 没想到我父母满口答应以后 我父母说你要哪一个啊 他说那一个 那一个呢 就是他们来了 高波波高妈妈好 给他们倒茶水 倒完茶水 又要继续拿扫把扫客厅 扫东扫西的 所以他们要这个啦 怎么的 真的有一天 这高波波高妈妈正经八百的来了 我爸妈说 妹妹啊 打包 跟着他们走 哈 人家没有女儿 会疼你 会宝贝你 我真的急哭了 真的一本正经的 我就跪在他们的 会在父母前面 我清楚 我说爸妈好不好 我愿意一辈子为你做牛做嘛 你就是不要把我送走 结果他们 其实可以减轻他们的负担 对 他说哎呀也不远嘛 高波高妈就住 住在那一头嘛 隔条巷子嘛 也可以见面回来啊 就是不要 懂了 所以有一句俗话说 家鸡打得团团转 野鸡打得满天飞 哎呦 再痛 家里再辛苦 真的那家条件不错 我就是要留下来 但是也因为我的内在誓言 我就不停地做 不停地做 你们要知道 有爸妈 爸妈两个大人 六个孩子 我要洗他们的衣服 然后呢 放学我要骑个脚踏车 去菜市场买菜 直到 就是反正呢 就是尽量地做 就恐怕被送走 懂不懂 直到有一天 主把这个教会交给我 那当然 留同牧师那时说 玉环你起来 接受这个教会 说我也手软脚软 我说 我只是做副寿 但是留牧师 我派不出人来了 好 结果呢 主的安慰领导我 玉环 你看我没有浪费你的过去 以前把一个家让你管 就是父母的家 原生家庭让我管 我成为管家婆 所以现在我信得过你 我把一个教会 我的家交给你管 你看看没有 是不是神没有浪费我们的过去 所以吃苦当吃补 没有以前的经历 所以我今天没办法 站这个位置了 那当然还有很多要提升改进的地方 所以呢 以后环境来啊 你不要怨天尤人 就接受吧 懂得 好 感谢主 好 那现在我们进入重点了 我们要怎么陪伴 我刚刚说的 那三个朋友 明明七天七夜来陪伴他 请问今天如果 民族君假设是我的好朋友 你有难了 我们来陪你了 对吗 我们来陪你了 对不对 陪几个小时 陪一天够了吧 我总会开口讲话了吧 那朋友真的有心耶 也真的要鼓励他耶 陪了七天七夜 然后约伯开口了 结果他们就轮番地打击他 哎呦 不讲话还好 一讲话呢 不断地在他伤口上撒盐巴 所以呢 弟兄姊妹 你有爱心 还要懂得怎么陪伴 那在这里 牧师要介绍一种 有两种心 你这个影片 短片两分钟看完 你会知道 我必须拥有哪一种心 我要问你哦 下礼拜 下礼拜我的考题之一就是 哪一种心是可取 哪一种不可取 多一个题目 好来 我们请赵弟兄播放 下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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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s getting kicked out of school at least Sarah is an A student but one of the things we do sometimes in the face of very difficult conversations is we try to make things better if I share something with you that's very difficult I'd rather you say I don't even know what to say right now I'm just so glad you told me because the truth is rearly can a response make something better what makes something better is connection 情心呢 是你不站在对方的立场 体会对方的感受 会产生距离 但是当你拥有同理心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建立连结 那么同理心的key 那个关键就是要与喜乐的人同乐 要与哀哭的人同哀哭 如果有人伤心难过的时候 你不要再说我要不要祷告 你就是与哀哭的人同哭陪伴他吧 懂不懂 那喜乐也与人同乐吧 所以呢 同理心就是说你去了解对方的心情 然后试着与对方交流 换句话说 同理心的那个药池 药池就是与哀哭的人同哀哭 然后学习主耶稣的道成肉身 懂不懂 同情心就是 你们这些堕落的罪人 有一天都要到地域里面去 还不赶快悔改 如果神的儿子是从天上这样传福音 但是呢 主耶稣的同理心你要学习 他成为人 他体会你的感受 陪伴你 走一生 太宝贵 所以呢 任何人只要认识主耶稣 接受主耶稣 生命整个翻转 生命整个被触摸 懂不懂 好 那 还有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 是一个很关键性的 代表性的经文 也是同理心 一起来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 他就安慰我们 好 请问我们当中 有没有人没有受过主的安慰 有时候主是透过人安慰我们 有受过主安慰的举手 哇 弟兄们不好意思举手吗 好 主会安慰我们 懂得 你就找他就对了 然后呢 但是呢 主的祝福 主的恩典 不要扣留在你身上 他这边说 要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 将来你去 可以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懂不懂 所以我们有一个课程 说我们不要做 死海要做加利利海 你越给越多 越给越多 好 结论 结论就是说 患难是免不了的 我们请弟兄读约伯记五章七节 来 还在睡觉啊 今天你们多睡一个钟头 今天我多睡一个钟头 虽然我放在四点钟 我醒来我都觉得饱饱的 因为我多睡一个钟头 弟兄来 人生在世必欲患难 如同火星沸腾 姐妹来 使徒行战十四章二十二节 来 我们进入神的国 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不只是艰难 不是少少 是许多 所以我们要 我们要放清醒 高林多 天沙罗云家前书三章三节 一起来 我们受患难 原是命定的 什么叫命定 就是你必须受患难 懂不懂 那结果呢 你就可以升量高大 懂不懂 你就会老练啊 你将来在基督的国里面 你才可以跟他一同做宝座 掌王权呢 懂不懂 那英国女王现在 有状况的时候 请问要找哪一位接任 我们都心知肚明 需要老练 需要生命老练的介绍 好了 那所以呢 今天我们的结论就是受苦有益 让我们吃苦当吃补 谢谢约伯在四千年前 为我们受的这许多的苦 奠定了所有科学的基础 然后让我们看见说 受苦并不全然因为罪 当然有些人是因为罪 没关系 只要认罪悔改 还有呢 你要陪伴的时候 你要有同理心去陪伴他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这首诗歌 再来回应好不好 他的第一节 第四节 第四节 第五节 我觉得好宝贵 刚刚只是第一节 愿意说 主啊 靠着你 我愿意吃苦当吃补 受苦有益 这样的人请站起来 我们一起来回应这首诗歌 我们副歌进来 虽然也有YouTube 有这首歌 但是它有五节 我们不需要 我们就是一四五 一起来 请预见把音打开 你跟自己唱好不好 第一次听到就很习惯 你不需要 你自己来代替你 如果你收拾你不息 你自己来代替你 一若不要干了征战 他就不能担忧 一若不透葡萄路障 他就不能变成救 一若不烈他的忠告 他就不能变成救 主我这人是否也有 上一许可的传承 好 跟主说 我来评信音宣告 一若是你 把你的手举起来 一若是真理 如果你手举一东西 你自己来代替 如果你我所有孤狼 你自己来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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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代替 你自己来代替 赞美 赞美 何能甘甜 随我变赞美 变流泪 甘甜 比钱更加甜 没有什么比你更好 比你喜悦更棒 主啊 只有一个祷告 主啊 只有一个祷告 你能加征我减少 你能加征我减少 每一次的打击 都是真理 如果你收取的东西 比自己来代替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牧师一句 你们一句 谢谢亲爱的天父 谢谢亲爱的天父 赐下约伯记 赐下约伯记 让我们有宝贵的学习 让我们有宝贵的学习 靠主的恩典 我欢喜拥抱 你赐给我的任何环境 我欢喜拥抱 赐给我的任何环境 我只有一个祷告 我只有一个祷告 你加征 你加征 我减少 我减少 我会不相信